就是很大的突破,既可以很温柔,但是又感觉很太魅的样子 角色上有点挑战,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就是我第一次演过这样的角色,然后也挺有意思的 就是我当时拿到这剧本的时候就特别兴奋 因为我可以一边演警察,就是比较政治的一面 又可以去演个比较邪恶,然后比较太魅的一面 是一个演技上的挑战吧 而且最有意思的是,因为我会和大姐大友很多互相视察 然后很紧张,很缓解,因为心得特别紧张,所以在这方面 其实我们也想要求一样,有这样的一样的 有求,然后大家可以看的会比较紧张 然后自己演起来就觉得爽,很过瑜 每天都感觉很开心,又可以开工了,然后又可以演过瑜了 所以好像这个角色给自己也带来新鲜的自己 对啊,我之前也有看梁朝伟的那个窩底 然后又有看别的《我爱节》电影的窩底 其实我发现可能,我演的话,然后在这些演成上 他可能会有些观察,他就算紧张太多表现的一些 然后让自己完全假装是另外一个 嗯,而且我今天你们一定能看到啊,孟杰在里面的这个 一开始的第一个镜头都非常的亮眼 我是有看过的,被惊艳到了 我都没有看过 啊,我关你先看了,真的很棒 而且你看,跟他还有缘分 是啊是啊,而且关于我们又要拘扣一下 就是孟杰和这个小美有一场 好啊,好啊 好啊